午后民国开始 降准靴字落地A股为何连续下挫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2月7日消息 受央行全面降准消息刺激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随后震荡走弱 三大股指先后翻绿 创业板指持续下挫 跌幅一度扩大超1.5% 板块方面 机场航运 地产股拉升拉升走高 肯于暂时 食品加工 白酒等板块走强 元宇宙 除卫电气板块活跃 锂电 储能等新能源高景气赛道集体回调 足化工 军工 半导体 烟草板块走弱 气配 稀土 青能源等板块低迷 总体而言 市场情绪偏向谨慎 个股呈现普提态势 赚钱效应较差 上午半天两市成交达8000亿元 今天都能背离向下 本身是不好赚钱的环境 再加上昨天60 90 120分钟顶背离的成立 所以仍需谨慎 股市最大的风险 就是风险无处不在 且虚无缥缈 而股市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技术上属于若返格局 若返以后 市场高开低走 盘中最低3572点 出现分时线低点共振以后支撑稳住 盘外回稳 股后投资者关注市场分时线低点稳住以后 股后能不能再次冲击3600点附近或以上区域 冲高之后有没有新的分时线高点出现 从昨日的降准预期到今日的降准落地 其实市场整体表现是不佳的 连续的冲高回落 连续的下挫 尤其是科技等成长股的集体走低 都表明降准对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利好 反而是很多资金借助情绪的提振 进行建仓甚至是换股的时机 因此 在连续反弹之后 我们看到指数已经略显疲态 而且板块分化更加严重 要留意短期的整体性回落 冲高中的地段